第一個就是上禮拜我們講到就是 像這邊的工作區 工作區裡面當然在2010裡面 有預設是2D的字圖 那如果說你要3D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3D塑形 3D塑形 那稍微等一下 它就會把這個面板切換到3D塑形 不過這個3D塑形感覺跟那個200 就是Office那種2003轉變到2007類似 那我想這個面板 它用一個個面板當成是擺工具列的位置 當然這個也是合理的 因為你可以切換 把一些類別按照這樣的做切換 只是說如果你現在還在用 那個比較早期的版本 可能遇到問題說 有些功能你還是很容易找不到 還是很容易找不到 所以我比較建議你們可以 把這個地方切換到AutoGate點形 然後利用工具列的觀念來學習 這樣的話比較可以相容於前幾個版本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當然你如果有時間 你可以試試看這邊所謂的3D塑形 那3D塑形的工作區 你們可以參考我們這個書本裡面的 一支四十四頁 一支四十四頁 那這邊的一支四頁裡面 它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地方它的優點 這個優點它裡面有提到 隨著這個什麼呢 Office新版的那個介面 不斷在補強一些新功能 當然這個它也是跟著Office潮流走 所以Office的2007或者2010 其實都是類似這樣的介面 可是缺點它有提到有沒有 這樣的佈局其實不理想 也不貼心 切換夜遷其實很頻繁 那不少常用的3D指令 反而怎麼樣又展這個要必須要展開 所以新手比較找不到功能 也就是說你們可以發現 其他的功能不是說沒有 而是怎麼樣呢 像這個修改修改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它只有放幾個 那其他呢 其他在這裡點下去有沒有發現 點下去之後它才會展開 如果你沒有點下去 它就不會展開了 也就是說有些人奇怪 早半天怎麼沒有 實際上你必須要點一下 就展開來了 那會是也是一樣 之前的繪製比較不常用 它如果你比較不常用 它會幫你躲起來放在裡面 那這個方式的話 當然有好有壞 如果你習慣之後 當然也無所謂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3D塑形很方便 你點了馬上可以用 那缺點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操作介面 對於一般來說還是不太熟悉 所以原則上之所以會切換到 Otokai典型主要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你要相容於前幾個版本的話 相容前幾個版本的話 第一個你當然要 這個Otokai典型絕對是第一要 第一選擇 為什麼 因為它跟前幾個版本都類似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像這個工具列的顯示 來做一個切換 所以這裡的話 第一個你們先了解一下3D塑形 另外再把這個上個禮拜 我們講到那個Otokai典型裡面 需要的一些工具列再把它叫出來 當然這裡的工具列 這個幾個工具列 我是建議這樣 就是說你也不需要去使記 那個工具列要放哪一些位置 但是特別注意說 你要知道有哪一些工具列的名稱 然後有哪一些是你必須用到的 比如說像那個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 其實你只要這個式有沒有 這三個一定要叫出來 比如說這個式部 上個禮拜我們有用到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類似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不一定是固定的 但是你要知道說怎麼去擺 像仕途 仕途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要得到 像上下左右前後 還有這個東南這邊有 像那個幾個西南、東南、東北、西北 這幾個等角 那一定要用仕途的工具列 另外還有像幾個 視覺形式這個也要 這個視覺 那上禮拜我們練習 比如說2D、3D 還有就是擬針跟這個概念、視覺 那這個地方 我習慣是把它擺在這個下面 仕途的下面 那有的時候會遮到一點點 所以你看要不要再把它稍微往上挪 或者是這個把它往這個地方挪 那稍微挪一下 當然它工具列會比較清爽一點 就是達到底下這些工 你可以看得到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像實體編輯也一定要 像我們昨天上禮拜用到實體編輯 那實體編輯的話 請你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上面的位置 再來其他還有像3D導覽 有沒有上禮拜我們也用到3D導覽 所以這些比較重要的這些工具 可以先把它叫出來 那暫時還沒用到的功能 你可以比如UCS目前沒用到 那你可以暫時不要用 否則的話你會發現 這工具越放越多 這上面都會站滿滿的 你會發現有些人在做圖的時候 他習慣是把全部的工具列通通叫出來 但叫出來有個好處啦 很好找 但是缺點是什麼呀 你的畫面變得很小 你畫圖的時候變得都站滿 所以這部分的話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彈性 就是說要的時候再把它叫出來 不要的時候就把它關掉 那不要的話關掉怎麼關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每個工具列上前面都會有一個 這個有一個灰色的這一個地方 你把它點一下 然後拖拉到外面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XX把它關掉 那要的時候再把它叫出來 私立編輯 這邊的話私立編輯可以把它點下去 最重要你要記得 就是工具列的它的位置放在哪裡 這裡我想你們先試著把這個部分 先把這個介面的部分先調整好 那稍微瞭解一下這個像剛剛提到的 那個3D塑形 其實或許慢慢的以後2010以後的版本 基本上它都會走跟Office一樣的新的介面 那新的介面當然你如果不熟的話 就找到這個案子